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家世代信佛 每当有什么难处时就祈求菩萨慈悲加持保佑 我父母结婚后多过胎 后来一直无法怀上小孩 到父亲40岁时依然没有子女 父母在庙里许愿希望求的一个儿子 自己愿意一生行善 我从济世起 我爸爸给人看病就是不收钱的 第二年就生了我 父亲的一位好友精通艺术 为人算命无一不准 他在我20岁那年给我算命 说我将来会学佛我也奇怪 八字可以看出来一个人会学佛吗 父亲当时没有告诉我结果 直到后来我自己走上学佛道路 才跟我说了这事 在2011年2月份的时候 因为自己鬼迷心窍 跟一个女孩子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之后她消失了 再也联系不到 而我突然开始发烧 虚弱 当时自己高度怀疑被感染 HNV 绝望中我想起了佛法 我拼命地放生念经 祈求菩萨保佑我能有机会幸免于难 这个时候 我的一位藏族妹妹专门从四川回老家昌都 问一位据说很出名的活佛 她没有告诉活佛的我的名字和情况 她就问 我一位朋友被怀疑得了很严重的病 您看她会怎么样 活佛笑着说自己吓自己的吧 真心忏悔 我确实是做了坏事心中最感强烈 认为自己肯定会遭报应 医生怎么解释 只是感冒 我都不肯相信 后来经过八次抽血检查 证明那位活佛说的结果是对的 而我从这次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灾难之后 也开始走上了学佛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学佛 我有了很多感应以前的博文 我念地藏经感应太神奇了 有叙述过 而业障也开始现前 我开始不断生小病 八月份的时候我在家专门念金刚经 希望可以早日消除业障 就在这期间我做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梦 那是一天晚上 我刚刚叶琦躺下闭眼不到一分钟 一个不认识的人来跟我说 观音菩萨让我来带你去看你的前世 说着带我来到一块石碑钱 我看见自己的前几世一幕幕闪过 脑海里还有自然记起某一世为天人自在飞翔 某一世为龙有猛号斗蛋又护持佛法 后来因为杀业和银业还堕落过畜生 但因为之前护持佛法的缘故 所以这一世还能得人生 末了他告诉我 你这一世的人生不容易 可要好好修行 再不要沉沦于尘世了 自那以后我确实大大增长了出离心 回想自己为天人那一世 数千万年寿命转瞬即逝 今生又已经长大成人 这轮回中所拥有的一切是如此短暂而虚幻 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让我惊讶不已的是 2012年年底我和老婆商量结婚 我们说蜜月就去普陀山吧 在网上搜索旅游资料时 我发现普陀山的某处景点 有缘人可以在那看见自己前世 回想自己的梦境 心中唯有感激菩萨的慈悲点化 纳摩观世音菩萨 2013年1月 当时自己在现实里遇到一位 把全部家产用来秀妙的老婆客 他跟我说 我左脸下心肠出来的痣 是要带来厄运的 当时自己心想也只有靠佛法化解吧 后来又遇到我一位师兄 说前几天宣化上人的几位弟子 来过成都大慈寺 为人看因果化解灾难很准 我还叹息可惜自己无福遇到 又想据说大卑寺跟宣化上人有渊源 要是遇到他们给我看看该多好呀 谁知道晚上做梦 竟然梦见妙想长老和宣化上人 几位弟子一起指点我 梦中妙想长老跟我说话的声音 甚至是表情都是清晰的 不像是做梦 我清楚地看见妙想长老的双脚 是没踩在地上的 脚下有一团似乎像火一样流动 这个金色的银 记得胡心廷看雪克段师兄的博客里 一篇关于蓄云老和尚的文章说 正得了出国以上的圣人 走路脚是不沾地的 这是否意味着 墨学不敢忘断大师的成就 只是一点猜测 妙想长老跟我说 你左脸的志是冤亲债主所画 你小时候面不抽搐也是因为这个 将来这个志还要和画尘埃要你的命 如今你既然学佛 我用佛法帮你化解了吧 说着伸手在我脸上一摸 我就醒来了 这个梦绝对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因为第二天我照镜子 我左脸上的志真的没有了 如果只是日游所思的话 是不可能有这样神奇的作用的 这件事让我周围的人无不折服 连我一位原本信基督教的朋友 也从此跟我一起信佛了 其他学佛后的感应一整天也讲不完 我常常想还好自己种了 那么点善根 让自己这一世还能闻修佛法 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和大家分享 是想告诉大家 一定要对佛法有信心 佛法可以化解一切灾难 佛菩萨的加持也是无处不在的 持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